国产高端疫苗宣布二期解盲成功 但很多民众昨天在看记者会的时候 可能有看没有懂 例如受试者养转率99.8%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专家解释养转率99.8% 就代表1000名受试者在施打疫苗之后 有998人体内血清出现抗体转阳的比例 至于抗体有多少数值为何 这个时候就要看中和抗体平均效价 另外国产疫苗现在打算用免疫桥接 取代第三期临床试验并通过EUA 专家说就像是有的硕士生还没有拿到学位 但是可以拿论文去报考博士班 并非不可以 国产疫苗昨天所公布出来的 以他这样子3000多人的一个实验 出来的安全数据那是可信的 再三提国产疫苗的安全性挂保证 不过高端疫苗第二期临床试验的解盲记者会 很多人是有听没有懂 到底这些专有名词背后意义代表什么 阳转率就是受试者施打疫苗后 在体内可以测得抗体的比例 高端疫苗血清阳转率99.8% 也就是1000人打了疫苗后 有998人血清出现抗体 抗体转阳性 至于抗体有多少这些数值为何 这时候就需要中和抗体平均效价来定义 以高端来说抗体的数值是662 虽然高端中和抗体的平均效价 只低于莫德纳 不过在不同的实验室中 结果都会不一样 但专家说整体来看 效价越高越好 如果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跟AZ差不多 或者是甚至比它好 那我们就可以预期 可能它的效果可能会 应该是跟它相比它 或是超过高于它 不过效价高不等同保护力就高 还需要第三期的临床试验验证 而高端疫苗打算以免疫桥接方式进行 专家用考博士班当比喻 做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辉瑞和莫德纳 就像是用硕士学位去考博士班 而高端疫苗则是拿等同硕士学位的论文去报考 这就是所谓的免疫桥接 专有名词乍听之下很复杂 但国产疫苗保护力好不好 还是得等到数据出炉后才能做判定 记者陈紫阳 高紫阳 台北报道